彩英和陈宇在学校受尽李承奎和梁迅的欺凌 有次,彩英在跟陈宇闲聊时开玩笑说 不如我们把他们两个杀了吧 陈宇问怎么杀 彩英说,我们不是每天都给他们买饮料吗 只要把农药放在饮料里,他们必死无疑 夜深了,有个黑银跑进学校 在李承奎的柜子里放了两瓶饮料 第二天,李承奎来到教室,喝下饮料后痛苦不堪,晕了过去 彩英和陈宇面面相去,彩英没想到陈宇真的会杀人 李承奎被送进了医院,而陈宇被警察抓了起来 临走前,陈宇对彩英说,这不是你的错 陈宇走后,彩英成了梁勋唯一的玩物 他被逼迫在上课时去买面包,遭到老师批评 他被要求做各种杂事,做不到就会受到一顿暴打 这次,梁勋让仔英去查李承奎女友宝靖的家庭住址 看到宝靖的第一眼,仔英愣住了 因为宝靖居然和自己打工地,一个名叫瑞丽的姐姐长得一模一样 梁勋提醒了仔英,让他在一天之内查到宝靖家的地址 否则就死定了 仔英只得偷偷摸摸地跟踪在宝靖身后 可在岔路口时,宝靖却突然不见了 仔英慌张地打电话给梁勋解释 此时的梁勋正因为考试成绩差,被父亲吵打一顿 当得知仔英任务失败后 立马找到仔英,把所有的怒火发泄到他身上 梁勋拿着红彤彤的烟头捆吓他说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仔英再次跟踪宝靖,得到了宝靖家的地址 当他把地址告诉梁勋后 梁勋却变本加厉要他去偷拍宝靖的内裤 仔英想拒绝,可他不敢 他只能遵照梁勋的指示,偷摸溜进宝靖的家 可不一会儿有人回来了 仔英慌忙逃离 仔英没拍到梁勋要的照片 却让梁勋看到了他跟瑞丽外出游玩的照片 梁勋把瑞丽认成了宝镜,大为恼火 把仔英拉到厕所一顿毒打 仔英对着镜子看自己身上的伤痕 他快要受不了了 后来,仔英拿着瑞丽的照片去找梁勋 梁勋不敢相信世界上有如此相像的两个人 对瑞丽表现出极大兴趣 仔英提出将瑞丽介绍给梁勋 以此换得自己不再受欺负 梁勋爽快地答应了 仔英本想在晚上与二人见面 他带着蛋糕去为瑞丽庆祝生日 可看着瑞丽天真可爱的样子 仔英不忍 于是借口跟梁勋改了见面时间 他带梁勋去了瑞丽工作的咖啡馆 梁勋见到瑞丽大为惊叹 他本就爱慕俏丽的宝镜 再看到同样模样的瑞丽 恨不得马上把这块蛋糕吃到肚子里去 他让仔英借口过生日去瑞丽家开派对 之后开门让梁勋进来 灌醉瑞丽 当仔英明白梁勋要做什么 打算阻拦时已经太迟了 他只能听着瑞丽不断地哭喊 流下泪水 仔英知道自己也在慢慢变成怪物了 看着原本快乐的瑞丽 因为同事的一点惊吓大哭 仔英内心愧疚 他陪瑞丽一起逛街吃饭 他要保护他 他要杀了梁勋和苏醒的李承奎 这时警察因为瑞丽的事 来找仔英询问情况 仔英沉默了 没有说出事实 见到警察找仔英后的梁勋 害怕罪行暴露 开始有意无意地拉拢仔英 甚至给仔英看了 他强奸瑞丽的视频 听到瑞丽的啜气声 仔英感到十分痛苦 仔英趁梁勋上体育课时 把视频发给了自己 又把视频给了李承奎 谎称梁勋背叛 抢上了保镜 就在李承奎报答梁勋时 仔英拿出了 藏在裤兜里的剪刀 捅了李承奎 却被反打在地 鲜血直流 千军一发之际 警察赶到了 李承奎被制服 仔英却拖着身体 站起来去追梁勋 但最终 他没有上梁勋 他想自杀 却看到了瑞丽 突然 李承奎的同伙 打了他一棒 仔英晕死过去 仔英被救了回来 他心里想着瑞丽 在病床上睁开了眼 幸运的是 仔英没有变成怪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